到了就是前张化园林镇长吴宗献 因为涉及贪污下台 这个补选呢是在9月10号登场 其中最受关注的候选人就是无党的尤岳霞 从表态参选之后 他一直就成为焦点 至于国民党的张景坤 苏朗 莫苏丁 是由党秘书长廖辽以拉台声势 还打出院长牌 而且投票日越来越近了 加上适逢中秋三天的廉价 地方上秀不到选举气氛 白金选情太冷 民进党的候选人江瑞颜呢 则是寄出主席牌 是由蔡英文 茂宇来站台呢 茂正宇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在园林镇长补选倒数第十天 来帮候选人江瑞颜拉台声势 前园林镇长吴宗献因贪污案下台 民进党很重视 打出主席牌争取这一席 对手国民党籍候选人张景坤 输人不输证 不但由党秘书长廖辽以站台 还要打出院长牌 实在是因为地方上嗅不到 补选的热闹气氛 可能是包涉 这样匆匆忙忙 时间点 所以有很多基材 输人江湘 有些人还不太注意 包涉的时间也够了 有些议员认为 从前园林镇长五月底 辞职后到决定补选 可能准备时间太短 加上投票制 适逢中秋三天廉假 选情显得冷清 虽然蓝绿有政党优势 但五党籍候选人 游岳霞却没有 不过打从他宣布参选开始 就是焦点 只是选民动不起来 三个阵营也急了 安排扫接 败票卯足全力 凭这一战 三星为许书伟 潘丁文正好不导 至于刚才